香港楼市在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连续下跌6年,沙士期间完成终极一跌,随后开始出现反弹,楼价在近20年期间不断升值,大部分物业累积的升幅都超过5-6倍。 这20年间很多业主都已经完成案揭,物业套现的能力强,加上政府对上10年间推出多项辣椒,这批实力业主已减少入市,但他们的下一代却成为能够豁免部分税项入市的人选。 于是很多新入市的买家都得到父母的资助。 而事实是很多父母亦借助子女的名额去减低税项的负担。 在香港,拥有砖头就拥有财富,有些人认为没有必要放弃吃喝玩乐,成为流奴,不者认为,这样的想法不正确。 虽然不者同意在拥有物业的过程中需要牺牲,但大部分人在拥有物业之后,并完成供楼,就能享受财富升值。 很多人问不者,什么时候才是入市时机?不者大都会以一句有能力的时候就是入市时机。 因为无人能够保证可以做到低位时入市,高位时出货,影响楼价升跌有很多因素,包括息口,供应,经济,政治及政策等,患有时机也是很重要的决断性因素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